好在明天三度前我们看到目前朝野对于这个版本的还没有共识 不过今天台大创伤医学部的主任柯文哲发表他的看法 他认为无效医疗是健保的最大漏洞 将这个即将要过世的病患使用叶克膜 平均一个人要花470万会拖垮健保 当然谈到叶克膜 很多台湾民众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 当时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太太邵小林 在车祸重创时所使用也救回了一命 而对此胡志强说他只能够尊重专业 4年前邵小林车祸昏迷 当初靠着叶克膜体外维生系统 奇迹是从昏迷指数3转成昏迷指数12 最后脱离险境 叶克膜运作19天救了邵小林 还有新兴王子也因为急性心肌炎 多亏叶克膜抱住他性命 不过使用叶克膜花费可不小 甚至被台大创伤科主任 柯文哲认为是拖垮健保的原因之一 我们台大院那时候算过 大概每救活一个要花470万 叶克膜当然是已经太腐烂了 就一条人命花多少钱才值得 这恐怕不是简单的算术问题 要不要用叶克膜 我觉得是医生的专业决定 现在变成是家属的请求 医生很难拒绝 我觉得应该有医生 我们要尊重他 曾经靠叶克膜从鬼门关抢救爱奇 胡志强面对这个问题 以专业论专业 因为不包括药物与医师成本的费用 一年健保费支出上亿元 赶在二代健保修正草案三毒过关前 医师盲献策 呼吁各界关注叶克膜 是不是有被滥用的情形 希望年年亏损的健保 不止调整保费 还得防止医疗黑洞 持续扩大 这是你将于台北台中综合报道